对于今天晚上要对战我们中华队 意大利的总教练皮亚萨有表示 不能低估中华队 皮亚萨表示 我们预期中华队会在主场很难以赴 每支球队都有可能遇到挑战 这就是棒球 不能低估对手全力以赴 因应每场比赛 每支球队为了荣誉而战 尤其经典赛 中华队是基本功非常好的球队 或许力道和身材 不像美国那么优异 但是戒律和基本功 甚至于控球也都很好 不是那么容易对付 不能视为理所当然 而这次意大利教练团 有来自台湾的徐志伟 皮亚萨表示 徐志伟对于中华队都有认识 我已经把他当成意大利人看待 对我们很有帮助 他已经做出很多贡献 今天晚上中华队对上意大利 相信大家一定会守在电视机前 为中华队来应援加油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也顺便买了一下运彩呢 因为我们接下来就要带大家来看一下 经典赛今天赛事的这个赔率 首先来看到意大利对上中华队 不让分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意大利的赔率是1.45 那中华队呢其实是2.15 感觉运彩好像其实也是比较看好意大利会赢呢 那接着看到有让分的情况下呢 这个意大利如果不让1.5分的话 赔率是1.70 而中华队如果让1.5分的话 赔率则是1.80 这是这个中华队对上意大利队的这个赔率状况 接着我们来看到另外一场比赛 也就是日韩大战了 这个应该也是蛮多人会关注的一场比赛 那我们来看到如果是不让分的情况之下呢 日本队的赔率是1.12 而南韩赔率是3.75 哇这个差比较大一点 没错那接着看到让分的情况下 如果日本队呢他是不让1.5分的话呢 赔率是1.35 而如果南韩他是让1.5分的话 赔率则是2.45 哇其实日韩两个他们呢 不管是让分还是不让分 赔率的落差都是相当大的 所以我自己蛮好奇的 大家呢会只压这个有中华队的吗 还是说其他国家的也都会一起压一下 那大家呢到底今天这两个压谁呢 也可以留言来告诉我们一下 毕竟球是圆的我们也不知道到最后一刻会不会真的逆转身 没错因为就是爆冷的现象呢还是有的哦 没错那其实啊为了替这个中华队加油啊 很多人还有很多地方都有发出这个祭品文 就像是彰化现场王惠美他在直播中他说啊 只要呢中华队赢对手1分的话 隔天他就会发放100网的控肉笨 哇就是这个100网哦 那如果呢对手呢是爆弹0分的话 还会再加码100颗的肉笨 那他说啊目前呢中华队还有三场比赛 呼吁大家呢要对中华队有信心 世界棒球经典赛正式开大 彰化县政府八号在县府前广场实况传播 在日本考察的县长王惠美跨海发表 继品文 只要中华队赢对手1分 隔天就发放100网控肉饭 如果对手爆弹0分 再加码100颗霸丸 虽然中华队厨师不利 但大家要对中华队有信心 他们一定可以让我们吃到 免费的控肉饭和免费的霸丸 我们刚刚的投票我问大家说 心中那个台湾最常投手是谁 那目前呢整个结果还没有出来 但是呢大家现在投最多的就是王建民了 那从王建民之外呢 其实这个曹景辉是也有在榜上的嘛 那到底这个曹景辉有多强呢 他是被不死鸟郭红志评为 台湾天分最高的投手 PTT的一篇文章问大家说 曹景辉到底有多扯 内文呢贴出了一部影片 内容是 曾为旅美投手的郭红志 他的YT影片 里面问到说 郭红志和曹景辉谁比较强 那在里面呢 郭红志呢是毫不犹豫的说 曹景辉比较强 甚至还说他是天才型的 郭红志也透露 其实啊 很多国内投手的动作和技术 都是参考曹景辉 郭红志甚至认为 曹景辉应该是台湾有史以来 天分投球算最好的 那这部影片呢 也随着经典赛开打 再度引起讨论 对此评价呢 有乡民认为 郭红志说的没错 开拉面店都可以拼回大联盟 真的是扯爆了 也有人说 可以休闲五年回到MLB的 有多少人 不过呢 也有人替曹景辉感到万行 说都是天分型的 但就是不自爱 棒球这项运动呢 一直都被台湾人视为是国球 但随着经典赛的开打呢 表现呢 却让球迷们直探说 台湾棒球啊 似乎好像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强 就有网友在PTT 上面发文问说 台湾现在国球应该要换成什么呢 没想到有其他网友啊 就认真的点名一种球 这个球呢 就是巧顾球 也意外掀起了讨论 据了解 巧顾球是种 没有身体碰撞的运动 又称君子球 基本玩法是球员 在三公尺半圆的禁区外射球 球反弹出禁区 急落于场区内 并且中途 没被对手球员接到球 便可得分 而查看历届的赛事 台湾巧顾球队从1980年开始 就多次夺得市井赛男女组别冠军 他曾经横扫雅井赛18岁组 15岁以下 12岁以下 男女共6组别的冠军 值得注意的是 从2009年至今 国际巧顾球总会的会长 都是台湾人 让网友直呼 虽然是个冷门项目 但台湾巧顾球是真的强 赛产充 赛产充 我刚才出阻军了